在滔滔的长河中 你是一朵浪花 在绵绵的山脉里 你是一座清风 你把寂寞藏进 无垠的缝起 你把梦想写在 蓝天草原 你煽烧自己温暖大地 认自己成为灰烬 让一缕缕火焰偏偏起舞 那就是你最后的轻松 祈福 这是朕命降座少府的兵器造办城里 新打这出来的兵刃 李将军 试试 陛下 好贱 好贱哪 试试 试试 是 这都是张谦的功劳 全军校卫以上每个武官 以后均配着刺剑 这把剑 臣将供奉在府中 陛下 这次出击 可千万别忘了我李广啊 让悲将也做一回前锋吧 李将军 今年有六十岁了吧 回陛下 悲将刚刚六十 可是 悲将那把老皇宫 他票计将军 也未必能拉得动啊 这些年来 每次大战役 悲将作为一个阳动千志 又一个阳动千志 每打上一回前锋主攻 可是他们 他们吃肉 北疆总是喝汤 这 这也太不公平了 陛下 将军 将军 要说不平啊 其实朕最不平 你说说 朕一辈子都在赏人 有谁赏过朕 你说 你们叱咤风云 呼啸疆场 朕困守身攻等待消息 喜怒哀乐 都要受前方的牵动 你李广在宫里头 当了几年的卫位 就受不了了 可是朕 要在这困守一辈子 陛下 臣可不是这个意思啊 好了好了 朕准你 到大将军那儿去 当个前锋将军 真的陛下 谢陛下荣恩 来 臣 必定笑死江场 我李广中有肉吃了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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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陛下 刚才李将军 为什么是如此高兴 朕实在拉不下面子来 他年事已高 即将退役 就再给他一个 立功封侯的机会吧 陛下为此战 偶心力血地谋划 怎么能挨着面子 把未必胜任的老将 放在前锋的位置呢 你认为李广当前将军不合适 上一次大将军 用赵信为前将军 教训已经惨重 陈审理淮南王一案 这李广在涉嫌之中 万一赵信之火至今为朝廷之患 陛下不能不防啊 李广虽先父级镇数十年 多次赴唐导火 朕不相信李广不忠 不过 李广年纪确实大了 朕看那步履蹒跚有些迷糊 此仗是决定汉兄命运的关键之战 以李广为前将军受以重任 确实有钱珍重 这样吧 你写一道密旨 朕派人给大将军送去 让他用人的时候 要心中有数 臣领旨 李广将军到 请他进来 大将军 诸位将军 自元光二年皇上发起马蚁之战至今 我们与匈奴人已整整打了快二十年 这些年来 我军先取河南朔方帝 驱逐白马王 解除了匈奴人 从河朔草原 对我长安的严重威胁 我军又重创了左右贤王 逼降了魂邪王 我们已经斩断了大蝉鱼的左膀右臂 迫使大蝉鱼将王庭远迁墨北 而今皇上令我与霍大将军兵分两路 各率精兵五万 远射墨北发动对大蝉鱼的决战 匈奴蝉鱼已经获悉我军远征的情报 墨北之战是我汉军有史以来 规模空前的决战 只可惜啊 皇上把主公蝉鱼的众人 交给了票计将军 我军的任务是扫荡王庭 两方任务同等重大 因此我卫清这一方 没有丝毫可以松懈堕带的理由 我要提醒诸军 此战规模空前是大会战 我军的任务是寻找匈奴主力 彻底扫平其王庭 大将军 这是皇上让我交给你的秘诏 请不听 请不吝点 请不吝点 皇上 黄上表示 极为关心我军动态 期盼着我们胜利的消息 中行日 怎么样 老臣怕是不行了 快告诉我汉军的动静 所有的情况表明 汉朝皇帝要拼命了 他不想让我们活下去 要赶尽杀绝 我们已经退到漠北了 不能再退了 看来这场决战 是避免不了的 汉朝这一庞然大悟 一旦动员起来 力量是被我匈奴 所以 他必然急着与我决战 可是 此战不是笔战 好汉无尽的沙漠 我族已耗尽汉军骑兵的能量 他们粮食不够 沙漠将造成汉军漫长的补给线 两末追送不上 我军要激动一带牢 我已经命令所有的作战部队 随我激动作战 将自重部落再向北方撤离 这个王庭就是主战场 为让幽谷离王在西面洋洞 我再次准备军战 我军可派小谷起兵 深入沙漠 在所有的水源处 命务实施魔法 掩埋病死牛羊 传播文艺和疾病 不行 这不是我们匈奴人的习惯 再说了 这汉朝的军马染上了瘟疫 我们匈奴的军马和羊群 照样能染上 此战 关系匈奴的存亡 就 就 不要讲什么习惯了 是一郎 走前阳 要不择手段 持之汉军的挺进 也要有 自杀的勇气 让我匈奴 每一片草地 山丘 都变成汉军的坟墓 大蝉玉 让 让昆仑山决定命运 中行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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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片草地 都变成汉军 毕与 一片草地 引草地 非常的 臭 动 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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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